这是明慧广播电台 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空中明慧 您现在听到的是 第878期空中明慧周刊 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 隶属于明慧网 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 主要服务对象是 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陆 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各位听众 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 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 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明慧周刊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 人的观念阻碍着我们证实法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 2018年11月2号 先说一下我的两次经历 第一次是1999年7月 中共开始迫害大法后的第二天 我像往常一样清晨在广场练功点上练功 只是不知为什么这天来的人特别多 练完功不断有人加入我们 并列成了队列 看到队列后面挤满了人 我就站在队列第一排了 不一会儿警车开来 下来大批警察 我便和几十个警察面对面了 接着警察就开始推丧拖拽 把我们往吊拨来的一辆辆公交大巴里塞 塞满一车马上拉走 这时两个警察一边一个 扭住我的胳膊往大巴方向拖 我感觉我是踩在棉花上飘 我心想的是我要回家 这四个字的含义在我心里是双关语 一是要跟师傅回家 二是回时间的家 吃饭好去上班 这时我被警察扭得非常不舒服 就本能地甩了一下右胳膊 只见扭住我右胳膊的警察竟飞了出去 亮亮呛呛扑出去似无不远 我很吃惊 心想这警察跑出去这么远干嘛 接着我又本能地同样甩了一下左胳膊 接着左边警察和右边警察 一模一样飞了出去 我便更加吃惊 这警察干嘛也跑出去这么远呢 这时两个警察反扑回来 又一遍一个扭住我 第三个警察赶来增援 抓住了我的后背 我被他们扭住往大巴上塞 我用脚抵住大巴的台阶不肯上 这时车里面的警察扯住我的手 死命往车上拉 车下四五个警察抓住我的背 拼命往车上推 我劝吻死不动 就这样僵持了好一会儿 这时我回头看了一眼身后 发现更多的警察从四面八方朝我这儿奔来增援 我便想 这么多人 我挡得住吗 觉得无可奈何 算了吧 就不再抗衡上了车 跟上车来的一个警察 一下子坐在驾驶员边上的发动机盖上 边擦汗边用手指着我 上气不接下气 呼吱呼吱的 你 你 说了好几个你 最后也没你出什么来 就只顾大喘气去了 我不明白 这警察咋这么多汗 咋这么喘呢 我们这一车大法学员被拉到了郊外 跑下后 车就开走了 后来才知 那时拘留所 看守所 包括几个学校都被关满了大法学员 我们没地方送了 才把我们这一车给扔郊外了 约一个月后 一次我洗完澡后 经过镜子 突然发现背部肩胛处处有块拇指大的黑灰 我非常奇怪 就靠近镜子扭着身子仔细去看 才发现那是一块乌青 在高花穴的位置上 清清楚楚的一个拇指印 右边的指印非常清晰 对称的左边的已经很淡了 我才想起 那天早上我按时上班后 突然发现两只胳膊上 满是乌子的手指印和完整的掌印 才知道原来是警察扭我时卡出来的 可见他们使了多么大的劲啊 怪不得车上的警察呼吱呼吱喘得那么厉害 他是下死手对付我呢 在时近期一次被警察绑架 我一边喊着不许迫害 一边把两个二三十岁想扭住我的警察 推得亮亮呛呛出去好远 有一个都四脚趴地了 另一个要不是身后有树抵着也仰八叉了 其中一个赶紧打电话求增援 很快又来了一辆警车 载着俩警察拿着手铐 这时我便想警察会越来越多 我对付得了吗 还是算了吧 就顺从地让警察靠了我 到派出所后 又顺从地坐在审讯室的铁椅子上 椅子上有可转动的铁质小桌板 当腰靠着我 手则被靠在焊在铁桌上的 有手指那么粗的铁棍坐在铁铐上 不给吃饭长达十几个小时 每次轮职都是三个警察看着我 我那时不明白 我一个七十多岁的 手无腹肌之力的瘦弱老人 又是腰靠又是手铐 夹在铁椅子上 还至于让这么多警察看管着我吗 也是后来才明白 警察是怕我拍案而起啊 现在我才意识到我两次的被抓 最后结局都是觉得无可奈何 觉得自己会寡不敌众 从而服从了邪恶 闯过关后自己也反思过 如果我一直坚持不配合 将会是什么结局 我不敢想是什么结局 因为从小到大 我一直是一个唯唯诺诺 被人欺负的人 面对邪恶也不敢抗争 这也是导致我最终屈服邪恶压力的原因之一 现在意识到 这是颗人心 懦弱心 是要羞取的 当看到同修 如何认识被非法抓捕时的表面行为文章之后 我在自己的境界明白了 十尊经文 道法的一些含义 师傅在经济要指 道法中讲 长期以来 大法中的众生 特别是弟子 一直对法在提高心性方面 存在着一种不同层次的误解 每当磨难来时 没有用本性的一面来认识 完全用了人的一面理解 那么邪魔就利用了这一点 没完没了的干扰与破坏 是学员长期处于磨难之中 其实这是人的一面对法认识的不足所致 人为的抑制了你们神的一面 也就是抑制了你们已经修成的那部分 阻碍了他们正法 还没修成的一面 怎么能抑制主思想 抑制已经得了法的一面呢 人为的滋养了邪魔 是其钻了法的空子 作为弟子 当磨难来时 真能达到坦然不动 或能把心放到符合不同层次 对你的不同要求 就足以过关了 再要是没完没了下去 如果不是心性或行为存在其他问题 一定是邪恶的魔 在钻里面放任了的空子 修炼的人毕竟不是常人 那么本性的一面 为什么不正法呢 师父在《经济要指道法》中还说 你们也要明白 自然是不存在的 而必然是有原因的 其实自然是常人解释不了 对宇宙 对生命 对物质的现象 而不负责任的 子缘其说 他们也想不到 那自然的本身是什么 由于受这种意识的影响 你们认为这一切磨难 都是必然的 就是这样的 产生一种无可奈何的 消极状态 所以你们人的一面 要明白 而更主要的是 得了法的那一面 要清楚 我终于明白 在事件中 我没有做到 用本性的一面来正法 而是用了人的思维 产生了一种 无可奈何的消极状态 导致被邪恶左右 其实我们已经是神 师尊在红银二 帕沙中早就说过 神在世 正实法 师尊早把我们当神看了 可我们自己 却把自己当人看 我也更加理解 师尊说的佛的能力 我理解 正实法 其中的一个内涵 就是证实佛的能力 如果没有师尊 给弟子的佛的能力 我凭什么一个弱女子 能使警察飞出去 凭什么在五月天 我这个特怕冷的人 穿着单薄衣服 在冰一样的铁制椅子上 十几个小时不夸掉 那时广场练功被驱散时 还有一个近七十岁的女童修 一直打坐不起 好几个警察连手 都没能把她拉起来 最后警察只好放弃了 这些神奇的事情 不都是证明 师尊早已把功能给了我们吗 早已把我们推到位了吗 我们为什么就不敢去试一试 师尊在各地讲法十一 二十年讲法中说 这么多年来 我一直在说 大法弟子的能力非常的大 很多人就是不相信 因为也不让你看到 你在正念作用下 你身边的一切和你自身 都会发生变化 你从来都不想去试一试 救世力和那些个邪恶因素的干扰 就是在钻你们思想的空子 这些年来一直在干这个事 救世力操控烂鬼与邪党因素 一直在这么干 叫你们做不成救人的事 因为他跟你对打 打不过你 你一发正念 不管千军万马 那邪恶统统化成土 全都灭掉 什么都不是 这样打下去 烂鬼与邪党因素干扰 就灭没了 大法弟子能够思想很集中的 正念很足的发正念 你们试一试 如果今天能做到 现有的邪恶一半就没了 就是因为你有各种各样的人心 配合不好 他就钻你们这个空子 让你们做不成该做的事情 在你救度众生中 削弱你的力量 邪恶没有什么别的办法 在人世间表现的那些个坏人很恶 那个人那么凶 是因为背后的邪恶在撑着他 你灭了那个邪恶 那个人也凶不起来了 如果大法弟子都能拧成一股劲 正念非常足地去做 大家想想 那才是神在人间啊 这对邪恶来讲 太可怕了 师尊在瑞士法会讲法中说 修炼与佛的能力是分不开的 所以我讲这些东西 只是从道理上 法理上概括地去讲 叫你明白 举一个例子叫修炼者明白其他 就是这个目的 不是说我不叫你们求这些东西 还给你们讲了这些东西 这是和佛法修炼分不开的 你们求和应该明白法理 是完全不同的 它是佛法另一面的体现 你看不到佛法神通的殊胜之处 是你抱着人的观念看书造成的 师尊在各地讲法六 2004年复活节纽约法会讲法中说 今天呢 是复活节 神的复活 我不多讲了 借助今天的这个大好日子 大法弟子神的一面 也复活吧 师尊已经给我们解锁了 我们为什么还要用人念 带着这个锁 只要是在法上 我们就可以如意运用神通 师尊对神通讲过太多太多 只是我们人的观念太多太多 没有做到用本性的一面来正法 让我们跟上正法进程 遵照师尊在红银二帕沙中讲的 神在世正实法 用佛的能力正实法吧 下面请听天津大法弟子的文章 勿逆流而上的法理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11月5日 我是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老弟子 今年68岁 二十年的风风雨雨 随时走到今天 感恩师父 感谢大法 师尊的慈悲伟大 大法的博大精深 送不进 说不完 仅谈两点 最近对法理悟性的提高 与同修共勉 一 转变观念 背法无阻拦 几年来一直想背转法轮 可是没能坚持下来 总是到十八页就挡住了 今年见到师父新经文 2018年华盛顿DC讲法 师父说 没做好 那就是负面教训 师父帮我去掉了很多不好的东西 师父帮我上了一个又一个台阶 尤其是师父在2018年 华盛顿DC讲法中说的 逆流而上 我明白 要顶着旧势力的干扰 顶着共产邪灵的压力 顶着自己旧的观念 要逆流而上 通读和背法 感觉是大不一样的 背法更要用心 专心 逆流而上 是师父对我的起悟 我还做了个梦 看见玉子中间差一横 而且我把玉子的点给涂抹得很大 我悟到这是师父点化我 差一横就成不了王 差一横就成不了玉 没有横心 就什么都修不成 那玉子的点就是人心 应该是心清似玉 可是我却把它涂抹得很大 人心繁杂 人心繁乱 怎么能静心背法 我横下一条心 一定要背法 你那个旧势力 你那个负面的东西 你不让我背 我逆流而上 我就要背 你想让我再躺会儿 我逆流而上 不再躺 背法 你想让我心不静 我逆流而上 发正念铲除一切干扰 静心背法 一句一句地背 弄明白每句话的法理就行 当时明白这句话的法理就能记住 再往下背 当背到转法轮第六页 因为在世间法修炼过程当中 人的身体都是在不断地净化 不断地净化 所以走到世间法最高形式的时候 身体已经完全被高能量物质代替了 而初世间法修炼 那基本就是佛体修炼了 我突然恍然大悟 我已经不是常人了 我已经不是三界内的生命 我是神 我已经走入初世间法修炼 那种感觉从心里美 不管干什么 走路或是打坐 还是做三件事 都从心里往外散发一种轻松美感 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 修在自己 功在师父 现在 我是早六点十分发完正念 继续双盘背法 静心 认真的背 不求快 但要明白法理 那种融于法中的感觉 非常美妙 又特别神圣 二 改变几十年骨子里形成的降劲 由于受几十年党文化斗争哲学的影响 宁哲不弯 固执己见 不服劝导 同修间有谁说话重了 我就不愿意听 尤其对家里人 对丈夫 对儿子 说话态度生硬 时常发生争吵 正如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所说 就是大法弟子 有错误不愿意让人说 谁也不能说 一说就诈 对时不高兴别人提意见 错了 也不高兴别人说 一说就不高兴 这个问题已经是相当的厉害了 有时做饭时 丈夫指责我 我总要顶几句 心想下回不干了 你干得好都你干吧 儿子不合我意 我就对他们喊 这种顽固的自我 这种降劲是党文化斗争哲学 一定要铲除 师父在精进药指警言中说 你们不改变常人 那千百年来骨子里形成的人的理 你们就退不掉人的表面这层壳 就无法圆满 这个顽固的自我观念 不从根子上铲除 欢喜心 督己心都很难去掉 这都有连带关系 修炼就是要修自己这颗心 人的理 你误解我了 以前我要解释 但是现在我逆流而上 我不解释 心里坦然 人的理 听到不中听的要反击两句 但是我现在逆流而上 不反击 风平浪静 人的理 见到不公之事要发火 我还要逆流而上 不发火 退一步 真是海阔天空 几十年来形成的降劲 不符合真善人 师父为度我们操尽了心 我扪心自问 你做不到真善人 你配做师父的弟子吗 邪党反对真善人 我就要逆流而上 按真善人做个好人 像个修炼人的样 修出善心 修出慈悲心 师父在《精进要指二》 凭大法的威严中说 没有大法弟子的善 就不是修炼人 现在 我如果干什么家务 丈夫要指责我 我就说 是我的不对 我改 几十年来第一次说软话 第一次认错 可是 我这一向内修 向内着 对方态度也变了 都是针对我这颗心来的 细想起来 大法弟子的家人 也是不容易的 我们修炼人和师父有约 为了我们圆满的目标 我们吃苦 修心 可是家里的常人 顶着方方面面的压力 陪我们走到今天 实属不简单 我向所有大法弟子的家人致敬 谢谢你们 今后 我要多学法 多背法 勿轻法理 以慈悲善心 包容他人 做好三件事 勇猛精进 随师还 何时 谢师尊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 题目是 浅说 不要怕自己的缺点被曝光 作者 中国大陆大法弟子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 2018年11月3日 前些年 本地有个同修 写过几篇文章 把同修缺点曝光了 比如 有开天幕同修乱来的 有标新利益乱法的 有个别同修人心重 负面影响 负面影响很不好的 后来发现 该同修就很少再写这方面文章了 为什么呢 在一次交流中 该同修说 压力大 文章发表了 不少人一看是本地市 就暗中互相问 谁写的 查来查去怀疑到我 有的直接问 某某 那篇文章是你写的吗 后来有的同修开始提防我了 交流什么事实 一看我在场 就说 别给我写到网上呀 本来曝光不足 对整体修炼有好处 可最后 我成了被人 提防的人了 我认为 对写文章的同修来说 不管听到什么风声 都应该 毅然走自己的路 因为这是修炼呢 常人可以八面玲珑 可以顺情说好话 大法弟子 还用这样吗 只要文章实事求是 没有水分 就该大胆写 这是注释正法 师父赐你神笔 你做的是罪神圣事 不要怕得罪人 古时的忠臣 在向皇上觐见时 都不怕丢官掉头 大法弟子还怕闲言碎语吗 这本身就是一关呢 另外 面对非议也要找一找自己 是不是文章内容 与实际有出入 如果是 就应该向人家道歉 下次写实 要注意核查 再就是 文章的风格 是不是党文化的火药味重了 让人看了不舒服 如果文章的语气 是平和的 慈悲的 别人看了 不会反感 作为同修来讲 也不能光听好听话 越是修得好的同修 越是能听反面意见 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 作为一个练工人 就得做到打不还手 骂不还口 用高标准要求自己 那是修炼人最起码的境界要求 虽然我们很少遇到这种事 但刺耳的话 不也能让自己提高吗 被冤枉时你能一笑了之 那才是更高的境界表现呢 我身边有个同修 有一次交流时 他说了自己的一个缺点 说完后他说 这事挺丢人的 我就跟你一个人说了 别人不知道 当时我说 你应该把这事写到网上 曝光一下 让大家都吸取这个教训 对整体提高 是一件大好事啊 他想了想说 我不会写 你帮我写吧 你说得对 只要对大家有好处 你尽管写 我不应该怕丢丑 我非常感动 这才是无私啊 那一刻我看到自己修得不如他 还有个同修跟我说 我们学法小组交流时 大家互相指缺点 当面说 话可尖锐了 有的被说得都冒汗了 可谁也不恼 那情景真是感人 这才是大法弟子的净土 曝光缺点过程 也是提高的过程 不论是自己默默改 还是别人指出来 都是在洗净自己 旧宇宙生命是未私的 如果看见同修缺点 不敢说 那跟旧宇宙生命有区别吗 那只能说 我们修得太差劲啊 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说 作为人怎么能没错呢 修炼的是人 怎么能没错呢 可是却没看见你承认过错误 你这不是漏相了吗 你在修炼中不是有漏了吗 我以后就看看谁能承认错误 谁能不犯错误 错误算什么 咱们做好就是了 是吧 但是关键是你那颗心 不是修去人心吗 你老躲躲闪闪 老挡着 老不想去 那才是大问题呢 对待同秋要慈悲 作者大陆大法弟子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 2018年11月1日 一日偶尔遇到了同秋A 他告诉我 他家的平房租给了同秋B 已经一年多了 B是做生意的 周末回来住 并做些真相资料 但A发现B 与和他一起来的生意伙伴 常人关系不正常 经常像夫妻一样 出双入队 已经远远超出了 正常的合作关系 有一个开天幕的同秋 看到两人后说 他们头上有一层 粘粘的色域物质 并且他家的空间厂中 到处都是黑色物质 特别的脏 很吓人 建议A不要到那儿去 我感到事情很严重 问同秋A打算怎么办 他还没想好怎么说 也不敢确定 他们的关系究竟怎样 不知如何开口 我用非常严肃的口气说 孤男寡女同在一室 这事用脚后跟顿的想明白了 我感到你那里 已经很危险了 色域心是救世力 毁人的得力工具 一旦有人在这方面犯错误 救世力是绝不会放过的 这教训太深刻了 根本就无一幸免 正法修炼走到今天 怎么还能在这方面出大错呢 救世力虎视眈眈的 盯着每一个学员 一年多了 他迟迟未动 是否还有更大的阴谋呢 建议你以后别再带同秋去了 如果给其他学员带来损失 给大法带来负面影响 这过失怎么弥补 你跟同修B好好谈谈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让他马上斩断这种关系 转移资料点 遇到这事 你也要好好找找自己 不是偶然的 同修A连连点头 你说得对 我马上去办这件事 说完我们就散了 到家后回想自己的态度 语言是否有不妥之处 没找到 我在心里对师傅说 师傅呀 不知弟子这样做对不对呢 我是真的为同修好 为大法考虑的 当天夜里我梦到我要上台演出 我在台下演练一首歌 是同一首歌 我清清楚楚记得唱了一遍 有一个人说唱得不错 比他们指其他同修唱得好多了 这时陈列铃声响了 我坐了起来 心里还在唱着那首同一首歌 我心里惊 我怎么能唱这首歌呢 这不是邪党经常用的吗 我唱邪党用的同一首歌 我这不是和邪党站在一块了吗 这太可怕了 一定是师傅在点我有问题 我到底哪里不对呢 一整天我也没想明白 晚上躺在床上回想 昨天与同修A的对话 忽然有所领悟 是我的心态不善 我对同修B的行为不能原谅 不理解他怎么到了现在 还犯这样的大错 我无法包容同修 更谈不上慈悲对待 有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感觉 看不上他 而且我坚定地认为 救势力一定会迫害他 而我在潜意识中 是认同这种迫害的 表面上我在帮同修 实则是往下推同修 而且我在说话时 有一种在人之上 指导别人的心理 这是执着自我的显示心 用法来压别人 自以为是 告诉别人向内着 偏偏自己不向内着 还以为自己做得对 误得正 表面上看我的话在里 但我不善的心态 状态和旧宇宙生命是一样的 所以我和邪恶站在了一块 如果不是师傅点话 我是根本意识不到自己的问题的 其实一个学员 无论犯了多大的错 师傅都不舍得扔下我们 盼着我们能改好 能走这以后的路 师傅比我们自己 更珍惜我们呀 我就曾经犯过多少大错啊 师傅不也没扔下我吗 我怎么就不能包容同修呢 我应该力所能及地 帮助同修走过此关 不能让旧师弟抓住同修的把柄来迫害 更不能给大法带来损失 我要正面帮助同修 起到维护法的作用才对呀 想到这儿我双手合十对师傅说 师傅我错了 心里对同修说 我错了 对不起了 我开始发正念 帮助同修清除色魔 对他的操控和迫害 清除那个空间场的败坏物质 这是一股色欲物质进入我的腹部 我加大力度发正念 色欲的东西没有了 我又打了几个冷战 我想一定是立马空间的邪恶 在垂死挣扎 邪恶必须灭 后来听说币与那个人不再来往 也很少到租房那儿去了 只是放了些物品 同修在师尊的加持和自己的努力下 在法中归正走过了此关 通过这件事我感到修炼的严肃性 大法弟子一定要修缮 同时我又悟到 当同修出现各种问题时 我们的态度很关键 能不能不为所动先向内找自己 能不能为同修负责 为法负责 以慈悲的心态 正面帮助同修是我们的必修课 是形成整体的关键 我们要清楚同修所有不正确状态 并非同修的真我本性 同修是被各种人心和观念操控的 是由他要提高和其他同修 共同提高的因素 这才是问题的根源 如果我们被表象带动认为 同修怎么能犯这些错误呢 他这样下去早晚会被邪恶迫害的 或者认为同修的行为很危险 我得躲开他免得受牵连 那这样的思想就会把同修置于被迫害的境地 骨子里和旧事里的思维是一致的 旧事里就更有迫害的借口了 他会说 他们自己人都同意迫害他 我还不下手吗 旧事里会让这样的同修心越来越不正 执着越强 谁的话也听不进去 自我自大 同修间出现矛盾埋怨 指责 嫌弃 逃避 间隔越来越大 旧事里的阴谋考验就得逞了 他就可以以此为借口进行迫害了 或是病业或是绑架 给整体证实法救众生带来损失 这样的例子在各地都有 教训是很深的 记得在一次打坐中师尊点化我 不要描别人 描别人所带来的业力和恶果 等到偿还的时候就知道了 我当时以为就是告诉我 不要背后讲同修不足 不要盯着同修的执着 现在我认识到 要先找自己 看自己 执着虽然表现在同修身上 但根源往往在自己这儿 不为同修表象所动 不进入被人心操控的 同修的执着表现中 慈悲 包容同修 正面帮助同修 不给同修加负面的观念 要与同修形成整体 共同提高 因为没有偶然的事情出现 遇到就有你要修的 有你应该承担的责任 前天暴轮时想起一个同修 听说从美国回来了 之前子同修很不注意电话安全 什么都说 多人交流无果 很强势 我想这次他回来 会不会要给我打电话呀 要不把他拉黑算了 此年一出立刻看到黑云涌来 谢灵打到我的空间场 我赶紧发真念清楚 知道自己错了 是自我保护的私心和 党文化的恶念招来了邪恶 所以我们的一丝一念都很重要 都得归正 善待同修就是善待自己 是非常严肃的 我以后一定要认真对待 此文写得匆忙 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 请同修慈悲指正 愿我们共同精进 以保持恩 下面请听 中国大陆大法第四的文章 不好的脾气性格 也是救世力利用顺手的地方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 2018年11月4日 我从2008年开始 在下班后 出去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 那时也不成熟 邪恶迫害又很猖狂 在两三年的讲真相中 遭四次举报 被非法刑拘两次 劳教迫害两次 被无理解除公职 静下来审视自己 从德法到那时已十多年了 自己真没有严格扎实地实修自己 再做三件事 救世力不断地施以借口迫害 我痛下决心要修好自己 可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在以后的修心去职上 还是步履艰难 我怎么这样不争气呢 闭门全面地审视自己 从自己的成长过程 工作到成家 得法至今 我吃惊地发现 自己虽然修了这么多年了 可是脾气性格 却没有多大改变 从小形成的自私 心胸狭隘 胆小怕事 浮躁 与修炼人的沉稳 坚毅大度 差距多大呀 还好 我此时能警醒 还有时间修去 我也认识到 主动改变性格和修去执着心 也是相辅相长的 引起重视后 感觉到 修心去执着 不像过去那么艰难了 这几年讲真相劝三退 也能越来越顺畅了 古人云 江山一改 本性难移 常人讲 天生的脾气是难以改变的 为什么这么难呢 大法弟子都知道 性格脾气是有父母遗传的部分 生命本质微观 是真善忍构成的 本质是真善忍的 只是在历史长河中 被为我 为私的旧宇宙的根本属性 及生生世世尘埃覆盖 尘封了 生生世世轮回中 旧宇宙的理 给生命也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千百年来 在骨子里形成的人的理 还有后天成长过程中 环境的塑造 以及写党文化的污染 这方方面面 使生命形成了顽固的 为我 为私的性格 脾气 观念 在法中 我们知道 旧室里在历史上 给每个大法弟子 都做了细密的安排 有的在历史上 在无名中 与旧室里的签约 也有旧室里安排的 生生世世轮回中的 因果业力轮暴 比如 有的同修之间 好像很有缘 很亲近 而有的却矛盾难解 还有一种 不易察觉到的 旧室里安排的 生生世世 生命角色的更新 生命的过程 这些历史的烙印 生命的痕迹特点 也会沉淀在我们生命中 使你 我在某一时间 或某件事情上 你的性格 这个时候 邪恶也会放大 你的人心观念 就会按他们 所安排的那样去做 去表现 反映到整体中 就是 我这里假设一些例子 希望同修 不要对好如做 有的同修性格 爱说话 一坐下来 就如江河之水 源源不断 该说的 不该说的 肚子里只要有的 都倒出来 也不曾想 浪不浪费 对方的时间 会不会干扰别人 会不会给整体 造成间隔 添乱 或者带来安全隐患 有的人性格 大大咧咧地到处跑 有时间 不是沉下心多学法 而是去干扰别人 还有的人 装了手机 四处走动 同修发现 善意提醒 他却说 同修正念不强 师父的话都不听 还说自己是大法弟子 也有人性格造 长时间 度计心 争斗心 争斗心 也未注视修 于是 也就容易被旧事里 放大利用 魔性随意发作 把当时的环境 和要做的事情 轻易地破坏了 事后 也不能接受教训 有同修性格 随和聪明 懂技术 有人缘 同修有事了 不论是修炼的事 还是常人的事 有求必应 成为很多人 依赖的对象 在阳生中 他越来越忙 学法也越来越少 以致没有时间学法了 被旧事里抓住借口 施以毒手 给当地救度众生 造成损失 还有的同修 性格很要强 可能从小到大 以致得法 家庭优越 工作顺畅 正法修炼中 也能吃苦 在同修中 有影响力 也协调 做了很多事情 但是 他不拘小节 热衷于干大事 致使其在资金 和其他一些事情上 未能严谨 在众星捧月中 明 利 自我 被旧事里不断地放大 被邪恶钻了空子 遭非法判刑 使当地遭受很大损失 和同修接触配合中 也感受到 修得精进的同修 没有脾气了 但其生命特点 在闪光 也有许多同修 也都变化很大 只是遇到 触及心灵之事时 还会显露 性格上的弱点 也有些未引起重视的同修 还是喜欢听好听的 不顺耳的就来脾气了 也多是随着自己的嗜好做事 感情用事 也就容易被邪恶钻空子 还有的人 脾气一上来 就骂人 多数是和亲属之间 有的同修说 我天生就这脾气 有的人觉得 我心直口快 堂堂正正的多好 也有人想 我这性格 比别人都强啊 师父在转法轮中说 脾气不好就改嘛 练功人必须得忍 我想呢 作为修炼人 遇事首先要忍住 不放松自己的脾气 师父说的脾气不好 我想也不只是指脾气暴躁 我们性格上的缺点 都是不好的 都应该改变修正 想想 性格脾气中 隐藏多少执着心呢 固守着 不就是保护他了吗 他不也是我们修心去执着 否定救世力的巨大障碍吗 其实性格脾气 也是自己修炼中 假我的体现 也是救世力 利用顺手的地方 我们能主动改变 修正性格脾气 让生命的特点 更纯正无漏 细想想 我们在历史长河中 扮演了很多不同的角色 吃了万般苦 盼到了正法开船 我们相继得法入道 有幸能注释正法 救度众生 在这正法的最后一刻 我们不能再顾手放任自己的脾气 性格或消沉麻木 无可奈何地被间隔孤立 甚至为自我保护 习惯地再回到儿女情长 生老病死的旧角色 旧法里的极其危险之地 而使自己不能完全走在师父所安排的 修好自己 救度众生的正法修炼之路 珍惜这稍重济世的珍贵时日 不被假我假现实迷惑左右 让我们本色真我主导自己 兑现完成正法修炼的使命 不妥知处 敬请同修指正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 背法不要流于形式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11月4日 最近几年很多同修都以背法的方式学法 大家比学比修收到了明显的效果 但是其中也出现了一些不足之处 如有的只追求速度数量 很少对照向内找修自己 有的只是背法 很少看师父其他的讲法 也很少再去做讲真相 就读众生的事 有的注意计算师父讲法中 某个词用了多少遍 有多少标点符号等等 1995年迫害前 我们当地也曾经有过深刻教训 有的练功点 学法时以某某为榜样 一天要读三讲 后来有的练功点出现互相攀比 一天读九讲 辅导站还专门组织过 每天读九讲的所谓强化读书班 由于学法只追求行事 没有落在实修上 不注重向内找修心性 所以在站长之间 辅导员之间 上面辅导站与下面辅导站之间 不服气 互相指责 出现了许多问题 最后还把问题弄到师尊那儿 这是师父让其他省的辅导站站长 到我省传达师父的讲话 帮助解决矛盾 但本地有些辅导员 还是没有按法的要求 向内修自己 致使矛盾长期得不到解决 由于人心不去 迫害开始后 一些站长 辅导员在迫害面前 带动所谓转化 有的还协助邪恶 做了许多大法弟子不该做的事 有的甚至邪恶 至今没有回头 我知道一个同修 和大家切磋交流时 能够整段整段地 引用师父的讲法 一字不落 大家都认为他法学得好 在监狱时 曾有警察对我说 你看某某他可以把转法轮 一字不漏地默写出来 学得够好了吧 可是他都转化了 我告诉这个警察 法是用来修的 可不是光用来背的 任何人如果不修这颗心 都白搭 师父对背法也有多次教诲 师父在法轮大法一解 在广州对全国部分辅导站 站长的讲话中说 自从开展背书后 学员不是做了事情以后去对照 而是在事前 他又知道了该不该做 这样非常好 师父在法轮大法一解 在北京法轮大法辅导员会议上的建议中还说 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加深对法的理解和认识 这样对学员的提高非常有好处 因为他已经在思想当中有那么深的印象了 他在行动中每当做什么事情的时候 他都能够用练功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 真是不一样 师父在红音实修中说 学法得法 比学比修 事事对照 做到实修 我认为无论是读法 抄法 背法 其目的是为了学好法 更好的用法来指导我们的修炼 提高心性 最终通过实修 去掉人心和各种执着 提高层次 达到工程圆满 让我们重温 师父在欧洲法会讲法中的一段法 我过去讲悟史 讲过一个都不讲的天机 就是修在自己 功在师父 千百年来都认为是自己在修炼 自己在提高 其实你什么都练不出来 如果没有师父管 是什么都解决不了的 那么也就是说 真正的问题是由师父给解决的 是法背后的因素给解决的 你自己的悟只是在修炼中遇到困难 克服后继续修炼下去 这是讲你的悟 真正从理上悟到什么 如果这个法不让你知道 你怎么悟也是悟不到的 所以你必须具备一个条件 就是说你必须得真正的去修炼 个人层次有限 不当之处 请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中国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 孩子沉迷手机 我这样帮他摆脱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11月2日 我是大陆大法弟子 多年来一直沐浴在师父的浩荡佛恩中 见证了师父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讲的 艺人练功全家受益 特别是最近帮孩子从沉迷手机中摆脱出来的经历 特别令我体悟到大法的力量 下面写出来和大家分享 我得法后 孩子虽然还没有走进修炼 但知道大法好 有大法师父看护 孩子上学后 一直品学兼优 可当前学校教育充斥着党文化 加上留作业都是通过微信 常人社会的大染缸的污染 又加上青春期 孩子开始迷恋玩手机 从今年放寒假直到前几天 沉迷手机的情况越演越烈 甚至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看手机 吃饭时边吃边看 做功课也时不时地看手机 我一直劝说他不要这样 甚至发脾气 都不管用 由于玩手机 孩子的脑子里装进了很多不好的东西 做功课不能专心 随之学习成绩从全年纪第三 一路下滑到第四十多名 虽然学法后 我并不像常人那样 把孩子的分数看得太重 但这依然让我忧心 甚至是恼怒 作为一名大法修炼人 我知道首先应该找自己心性上的原因 找到自己隐藏很深的攀比心 虚荣心 争斗心 显示心 自以为是的心 喜欢听别人夸赞奉承的心等人心 我知道 我首先得用大法的法理归正自己 我要彻底解体这些不好的人心 让自己达到心平气和的状态 我求师父 加持我 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我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 有关教育孩子的讲法 有人管孩子也发火 简直吵翻了天 你管孩子也用不着那样 你自己不要真正动气 你要理智一些教育孩子 才能真正的把孩子教育好 我求师父给我智慧 让我把孩子教育好 这也是在家人中证实法 找到上面说的那些不好的心 认真归正自己 大法给了我智慧 我想到 孩子之所以迷恋手机 是因为没有更能引起他兴趣的东西 他才这样的 于是 我想到了大法弟子办的网站 我给他打开名会 新唐人 大纪元 证件等网站让他看 里面丰富的内容 很快吸引了孩子 孩子看得津津有味 很快把玩手机的事 忘掉了 大法弟子办的网站 充满正的力量 具有普世价值 不仅可以让中生了解大法真相 了解社会事件的真相 那些使人回归正统文化与理念的内容 更是让人耳目一新 孩子觉得 比学校强迫订队 比学校强迫订阅的那些报纸杂志好得多 有意思多了 像是发现了一个新大路 孩子的兴趣转移了 通过看这些网站上刊登的各种修炼故事 神话传说 历史人物 修大法 做好人受到迫害等等 不仅使孩子的心灵得到了净化 视野开阔了 甚至整个人的气质 包括面目表情 都恢复到原来天真可爱的模样 在这里 感谢办媒体的同修的辛苦付出 更感谢师父的慈悲加持 向师父跪拜 何时 相信有不少同修家里的孩子 也存在沉迷手机的问题 写出我在这件事情上的修炼过程 一方面是证实大法的美好 另一方面 是作为一个经验与同修分享 写到这里 突然悟到 纠正孩子行为的过程 也是正念清理自己的空间场 和家庭环境的过程 孩子生活在这样的场里 接收到的都是好的正的 就不再想去玩手机 或做不好的事 师父在转法轮中开示我们 有坏思想的人 想不正确的东西的时候 在泥场的强烈作用下 也能改变他的思想 他可能当时不想坏事了 一点浅悟和经验 共参考 本次节目的最后 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 有一天我发资料 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 于2000年11月25号被邪恶绑架 警察逼问我资料是从哪来的 我不说 他们又拿照相机给我照相 我大声说不许照 相机就爆炸了 几个警察吓得不再逼问我 迫害我了 最后就把我送到 台原新殿劳教所三年 在劳教所里 因为我没学法不懂法 有的统修就说我是冒牌货 我气得心口疼 我难受得向师父诉委屈 我说 师父啊 他们说我是冒牌货 我没学法 不知道转法轮里是啥 我可是真心要修大法的 我着急呀 突然我发现被子上有字 一看是师父在转法轮 第一讲中讲的 真正往高层次上带人 我非常激动 是师父在帮我呢 我就看着被子上的字 在学法 谁喊我也不答应 看有二十多分钟 被一个转换了的 同修干扰的 看不见了 我还问同修们 要手抄的经文偷偷学 一次 警察从我被子里搜出经文 几个警察打我 我大声喊 师父救我 他们震惊地退到两边 不敢打了 还有一次 警察在吃饭大厅开会 污蔑大法 我站起来说 你们说的都是假的 法轮大法好 师父好 这时同修都喊起来了 七八个警察和吸毒贩们 都围上来打我 我拼命大喊 师父快救我 我呼的一下 像气球似的飘起来了 飘了有三丈多高 当时吃饭大厅正在盖 房顶还没交住 然后我又落下来 这瞬间大法神迹的展现 把会场中所有的人都惊呆了 有几个傻乎乎的吸毒贩还要打我 被警察制止了 打我的人回去后 有的头疼 有的肚子疼 呕吐 科长 中队长都找我谈话 我一进他们的屋里 发现警察还在头疼 一上来 他们就对我说 这都是你给我们气的 一个女警察还在呕吐 她嘟囔着说 吐得不得了 要命啊 这些警察还对我说 你 我们不管 不要去煽动别人 弄得我们收拾不住 饭碗都丢了 我对他们说 那你们不要转化他们 不要给练工人关铁笼子 轮你值班了 不要按时吸毒贩打练工人 警察说 你是没文化 要是有文化 学习了转法轮 那才是不得了的 就这 我们都对付不住你 警察每次叫我去和我谈话 他们都怕我看他们 他们吓得连连白手 往后退着说 你不要这样看我们 不要这样看我们 非典正厉害时 警察叫同修们吃药打针 我给同修们都说要拒绝 警察知道是我说的 也没找我说啥 有个队长很坏 指使吸毒贩打同修 那天他发烧了 很害怕 把我叫去说 是不是你们师父 叫得的非典 我说不是 我就讲了师父 是来救人的 和善恶必报的道理 队长都认真听 听吧 他说 我听你的话 我只拿我的工资 不图升官发财 保住平安就行了 老教组迫害我三年后 于2003年11月25号释放 选字文章 黑窝中得法显神祭 我每到一个单位工作 都能很快地 把身边的同事劝退 首先我发现 我很少有怕心 告诉同事 我修法轮大法的时候 我都是自豪的 我觉得告诉他们的瞬间 我都是闪闪发光的 给我的领导讲真相 劝三退的时候 我也不会因为 他是我的领导 而担心害怕 我发现 只要我没有这些心的时候 我讲真相特别顺利 收到的效果真的是很好 我心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我为何怕你 我要救你 你明白的一面应该是渴望的 急切的 我要因为自己的 害怕胆小之心 如何救度你呢 所以讲真相中 我从来都是正念正行的 在这儿我想多说一句 这些年我发现一个问题 我觉得无论我到哪个单位 总感觉 把我要该救的人救了 我可能就会因为某些原因 离开这个单位 到那个单位 这让我觉得我是有使命的 师父早就给我安排好了一切 选字文章 在大法修炼中走过的青春岁月 不论是讲真相中 还是在生活中 耳朵听说或眼睛看到 同修有什么不足或问题了 不一定是真相 我们不能动心 不要去指责埋怨同修 我们要相信 同修本质的一面都是好的 我们看到听到的不足 是给我们自己向内照 修自己的 即使同修真有不足 我们也要善意理解 默默圆融补充 并善意地提醒同修一下 那个不足就成了 整体提高的机会了 当我们的心容量越来越大 不仅包容所有的同修 而且能包容 所有世人的缺点和不足时 因为所有世人都是师父的亲人 都是可贵的 就能最大限度地救了众生吧 以前 家人同修讲真相时 经常容易激动 动气 我没有善意理解他 总是当面指责他 不该这样 他因为我没有站在他这边 协助他 就更生气了 每次听到他埋怨其他同修 我也受不了 我不是在听到后 找自己的问题 而是反过来 横加指责他 伤害他 因为是家人 在一些矛盾上 我也经常不相让 把一些压力推给他 都没有修自己 当家人同修被邪恶迫害离世后 我才真正体会到 同修之间的缘分 是有截止的一天呢 我一直没有好好包容和理解同修 甚至站在邪恶一边 给同修压力 失去了和同修形成整体 共同精进的机会了 我对不起师父 对不起同修 那种痛悔和悔恨 没法言表 现在体会 善待和理解同修 和所有同修形成整体 也是我们修炼的 重要一部分吧 选字文章 同修我们是整体 各位听众 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 就播送到这儿 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 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 下次节目再会 音乐 节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